今年第22號侵台耐閣 雖然沒有直接鋪向台灣 不過受颱風外圍環流 加上東北季風的共犯效應 為一封面的東半部 帶來不少的雨勢 華林縣政府31號 也針對秀林鄉和平村 發布了停班課的通知 而封冰鄉也要留意土石流警訊 同時華林鄉親也必須留意 安全以及天氣的變化 今年第22號侵渡颱風耐閣 雖然沒有直接鋪向台灣 但受到颱風外圍環流 加上東北季風共犯效應影響 為銀風面東半部帶來了不小雨勢 華東一直到週二都會有明顯的降雨 整週的天氣看起來還是因為 我們還是在銀風面上 水氣還是有一些殘存 所以我們在花蓮這個地方 還是會下一些雨 不過在局部地方 可能就是一些鎮雨 或是短暫鎮雨的情形 就沒有像前幾天雨量 這麼多的一個情形 31號颱風其實已經開始 往北往西走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颱風 高壓也慢慢往外走的情形 然後31號晚上的時候 其實一道封面會建立在台灣的東方海面 然後封面就會把一些水氣帶出去 然後水氣的符合也比較會遠離花蓮 台灣東部就是往台灣的外海移出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未來的花蓮 降雨趨勢可能就比較減弱一點點 氣象局針對花蓮這個地方發了大雨特報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花蓮的雨還會比較多 但是明天11月1號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東北風下來 然後封面建立把雲帶走 花蓮的雨大概會比較減緩一點點 然後1號開始封面下來 然後氣溫會降低一點點 然後到2號3號的時候 東北氣風比較減緩 溫度又上升一點點 但是到4號的時候 另外一道封面可能就會形成 然後東北風又更增強 所以在4、5、6的時候 在花蓮這個地方 溫度可能還會再降低一點 週三起東北氣風減弱 花冬水氣趨緩 好天氣空檔大概只剩週四 因為週五起東北氣風又將再增強 東漫步地區又會有局部短暫雨 還請民眾留意雨勢 可能為山區帶來的影響 注意行車以及沿海活動的安全 藉著長方燕華蓮詩報導